哈喽 欢迎回来 这里是白小军的频道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SEO和SEM之间的内点关系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定义 SEO是英文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的缩写 也就是搜索引擎优化的意思 而重点就在于优化这个词上 我们可以通过更改网页的标题 内容 结构化标签 关键词 访问速度 站外链接等方式来获得较好的排名 说的更直接一点就是让你的网页既符合搜索引擎的排名 又能够给访客留下好的印象和评价 而SEM是Search Engine Marketing 也就是搜索引擎营销 所谓营销从大的意义上来说 能够对你的目的产生促进作用而做出的行为都可以成为营销 所以从这种意义上来说 SEO是包含在SEM的范围内的 但考虑到目前大部分的SEM都是通过付费排名来做的 所以说我们暂且不把SEO算在SEM当中 说完了概念 我们再来看看它们之间的区别 首先是费用 这里有一个很大的误区 就是SEO是免费的 SEM是付费的 其实并不是这样 如果你想做好SEO 可能也需要去购买一些外链 还有就是优化网站的速度 给网站留屏互动等等 这些也都是需要钱的 只不过相对SEM的展示和点击收费 SEO相对来说会便宜一点 第二就是内容 如果想持续地通过SEO去获得流量 就必须有优质的内容输出 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吸引人的内容 这样更容易提高访问者留存的时间 互动状况及再次访问的可能 而这些都会作为搜索引擎 对用户体验的判断依据 SEM则没有这方面的顾虑 毕竟花了钱就可以省很多的事 第三 时间 SEO没有三到六个月的时间 很难见到效果 而SEM基本设置好关键词出价之后 就开始进入排名展示 第四 关键词灵活性 SEO会抓取标题和内容中的关键词 对关键词的限制还是有的 很难及时调整 SEM可以自己随时随刻调整和添加关键词 第五 持续性 SEO如果能够做得好的话 后期还是挺轻松的 流量也很稳定 SEM的话 当钱烧完了 也就意味着排名曝光停止了 综上所述 SEO花费少 持续性强 但是需要时间的积累 而且对内容要求较高 SEM花费多 持续性差一点 但是键效快 能及时反馈和调整 在前期的话 我建议可以适当地投放SEM 同时做好SEO 这样可以加快搜索引擎 对我们网站的曝光和收录 同时我们也可以快速获得一些数据 然后对网页的关键词及内容做调整 等SEO效果出来之后 可以减少或者停止SEM的投放 以上就是本期关于SEO和SEM的介绍 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 记得点赞收藏 如果你想学习更多有料 有趣 有知识的内容 记得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